她有片没落之后 接着就有1960年代之后 70年代开始就有很有名的爱情电影 三厅电影 没错 那个三厅式的文艺片是1970年代最 应该算是很盛行的片种之一 三厅就是客厅 饭厅 咖啡厅 所以男女主角所有的暧昧 吵架 分手 还要再复合 都可以在这个三厅里面做解决 然后那时候最亮眼最成功的一个巨星的组合 就是二情二灵 秦翰 秦湘灵 还有林凤娇 林青霞 其实在那个时候 真的这几个明星就约莫是票房的保证 我们非常非常的难得 跟电影资料馆借了一个很珍贵的影片 我觉得我们放一下让大家看一下 那时候的二情二灵怎么谈恋爱 好啊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一片云 一片云 是不是天有不算风云的云 那么我叫一阵风 天有不算风云的风 我从没有见过一个女孩子 像你这么爱笑的 那帮我另外一个蛮号 闭上你的眼睛 闭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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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猜看我是谁 不可能的 有兰 不可能是你 不要再那么装迷藏 你却是在虐待 天 天知道 我怎么欺负你啊 我还嫁给我 你只是心里没有我 是不是 你说 其实《我是一片云》 在那个时候的年代 是有它很重要的地位 对 这部1976年的电影 是琼瑶 其实琼瑶之前 有非常多的琼瑶片 但是这部片是琼瑶 她第一次自组 她的电影公司 所拍出来的创业作 而且它更重要的是 它网罗了二情加逸琳 在这之前是情不见情的 所以你看不到 在同一个片子 你看到琴翰跟琴翔的一起 然后喜欢追着这个女主角 对 多棒啊 看一女在两男之间 其实他们刚刚那个对话 真的非常经典 虽然也许我们现在的那个 爱情电影是不是这样的对白 可是还是有一番它的韵味 对 我们现在应该已经 弄不出来那个模样了 对 可是其实我那时候看 哇 就是琴瑶瑕超美 对啊 对 常常这样慢动作的一直奔跑 这女人也太棒了 就那么美 然后还可以周旋在两个男人 两个帅哥之间 是 对 不过这个片子呢 日后我觉得已经 虽然一开始是非常浪漫 可是后来好像就慢慢走到一种 惊悚片的感觉 怎么说呢 后来呢这两情亦灵 我不要透露太详细的内容好了 这两情亦灵里面 就是一个疯了 然后另一个就死了 它其实是一个还蛮 凄美的爱情故事 对 这个是少见的 是凄美的 其实大部分的这种爱情文艺片 其实都是比较浪漫 然后就是公主王子过着 幸福快乐的日子 而且其实这个片子很有趣的是 其实后来在现实的人生里面 林青霞也是分别跟两位秦先生 就是在交往啊 然后分手 对 不过还好就是后来 大家还是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各有回溯 对 各有快乐 是 是 是 我们再把时间往回推一点 更早期其实电影是没有声音的 电影是默片 然后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 因为现在观众可能很难想象 我在看电影的时候 其实没有声音 然后我需要有另外一个人 来跟大家解说电影在做什么 我先讲一下就是看默片的感觉好了 我有第一次到戏院里面 看默片的时候 是那时候是在金马银站 然后是一个1920年代的 德国的默片 是一个恐怖片 可是你知道吗 恐怖片如果没有声音 是 这真的不大恐怖 而且现场你就只能听到大家的 就 啪啪啪 就是要忍住咳嗽的声音 对 或者是醒鼻涕啊 或者是有受伤症 就会忍不住要睡着了 对 就是那个情况之下 其实尤其是我们已经受过了 就是电影娱乐的洗礼之后 面对这种默片 就是真的会觉得很容易 就是经不住就这样子过去了 是 是 所以默片会很需要 我就说两个好朋友 一个就是刚刚说的辨事 还有一个就是本事 本事就通常是一个一张纸 然后有一些像是剧情介绍书一样 然后据悉名的告诉你这个电影在讲什么 嗯 协助你在看电影之前 之前理解 大概知道说OK 他大概知道 对 因为之前的可能教育的程度 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厉害 可以直接看电影就有理解 对 所以当时就会有一个这样的本事 那除了文字的本事之外 就还有另外一个现场真人的辨事 所以真人辨事就更精彩了 辨事其实这个名词是源自于日文的辩护士 它辩护士其实就是律师的意思 所以这个工作行业就是从早年的日治时代 开始到现在 主要就是在现场帮你讲解剧情 教大家 对 告诉你说现在大概演到什么 对 然后剧情怎么说 对 所以他非常会表演 然后舌颤脸花 就像律师一样 是 对 而所以据说当年的影迷啊 就是迷的可能不见得是 电影里面的明星 甚至可能是现场这位会表演 会说话 会有表情的辨事 好 其实我们也找到一段影片 非常难得 虽然我们没有跟上那个时代 我们没有看过辨事是什么 但是在电影里面演给我们看 我们在想之外 这里不够 我们在厨队 那没有看见 有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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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发现 有所谓的 有所谓的 這人家被死了 這出門還說的 對不起,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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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人都拿電話 你不要死去找電話 你給我看 你不要死去 你不要死去 沒有人家人,我告訴你 怎麼看 我心想自己的男生 我心想自己的男生 沒有人家 阿嬤,阿嬤 我都沒見過,我照顧一下 阿嬤,阿嬤 那是誰的,那是誰的 你不要讓我看著,那些人要看著 你不要讓我看著 你不要讓我看著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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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抱歉 抱歉,抱歉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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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語的辯識來做講解 對 然後這個台語辯識就是 他負責的功能除了講解劇情 偶爾還要跳聲出來 然後管理 做風紀鼓掌 然後管持續 對 或是幫那個福利社賣瓶之類的 小孩太吵了 你要管一下 對 所以他工作也蠻辛苦的 可是有這種前衛劇場的感覺 他會裡裡外外跳來跳去這樣 非常好玩 侯孝賢的《練練風承》是 反覆觀看的教科書等級的作品 對 然後所以我們心中就是 已經有一個那個練練風承的樣子了 對 所以後來到戲院看到 練練風承的 數位修復的 對 他的數位修復版的時候覺得 哇 怎麼這麼乾淨又明亮的 一個練練風承 這跟我心中的練練風承差很多這樣 對 不都不一樣